13省市已下调核酸检测价格 多地费用纳入医保千龙网中国首都网 请点赞订阅并转发谢谢 春节将至 一张核酸检测证明成了人们的返乡通行证 红星新闻记者书里发现 2021年以来 有13个省市均下调了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价格 同时 混合检测价格也同步下降 其中福建陕西两地混合检测价格最低 仅需15元 与此同时 国内也有超10个省市将核酸检测费用纳入医保报销 视频截图北京 单样本检测价格调整为80元 每次北京市医保局明确 调整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项目价格 单样本检测价格调整为80元每次 同步调整混合检测价格 即根据疫情需要 按照市卫健部门技术要求和标准实施混合检测时 5个样本混合检测 每样本按不高于30元收费 10个样本混合检测 每样本按不高于20元收费 上述价格为最高指导价格 不得上浮 下浮幅度不限 相关部门将综合考虑检验技术发展进步和相关成本变化等因素 对项目价格进行动态调整 据悉 此前相应的价格分别为120元每次 40元样本 30元样本 北京 陕西 保定等地核酸检测费用纳入医保 早在2020年6月16日 国家医保局发布关于配合做好进一步提升新冠病毒检测能力有关工作的通知 要求做好医保支付工作 1月29日 在北京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 北京卫健委副主任张华介绍 对应检浸检人群 继续执行现行规定 检测费用由医保基金和财政共同负担 对院检浸检人群 实行医保和非医保人群分类管理 其中本市医保人员的检测费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 按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规定报销 医保报销后个人支付部分 有个人负担 陕西明确 2月1日起 新冠病毒检测项目按规定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保定要求 1月29日起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诊对城镇职工 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参保人员 门诊大病的透析治疗 恶性肿瘤 门诊放 化 疗 城乡居民重大疾病救治的 儿童白血病门诊治疗 中末期肾病渗透析门诊治疗 将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冠状病毒变异株抗体测定项目 纳入医保报销范围 中南山提醒村医 患者这些症状要做核酸检测 据阳城晚报消息 农历新年即将到来 疫情防控形势更加紧迫 1月31日上午 广州实验室科技助力基层疫情防控万里型 启动活动在广州国际生物岛举行 活动的宗旨是助劳第一道防线 助力基层疫情防控 此次活动启动后 广州实验室将从 构建基层全方位 新冠核酸筛查网络 基层卫生人员呼吸道传染病防控技能培训 利用大数据进行呼吸道病毒 预警监测 三方面 助力全国多地基层疫情防控 让更多人过一个祥和的春节 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实验室主任钟南山致辞 并接受媒体采访 农村防疫的重点和薄弱环节在哪 从最近发病的情况来看 60%到70%都在农村 钟南山表示 现在农村是防疫的重中之重 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天气寒冷 适合病毒传播 一般天气冷的话 聚集的人就比较多 第二个原因是 农村地区的老百姓对新冠肺炎的了解并不多 他们认为得了新冠一定就是重症 其实实际上大多数病人都是轻症或者是无症状 因此 基层的防疫重点是宣教 让老百姓知道干咳疲劳或者感到很累就应当及时就医 此外 钟南山指出 村医应提高警惕 一旦发现有嗓子疼 发烧或者是非常疲劳的患者 除了拿药给他们 还要要求他们做核酸检测 第三个重点 是方便群众进行核酸检测 我们考虑 怎么方便老百姓做检测的问题 不要让老百姓在检测途中花费过长时间 增加传播风险 春节期间 国家倡议就地过年 高风险区是必须就地过年 重风险地区原则上就地过年 低风险区倡议就地过年 钟南山说 最近我们的研究表明 就算是无症状感染者都有明显的传染性 我们提倡春节少串门少聚会 有不舒服一定要去看 不要等到很厉害了才去看 农村地区群众要提高认识 及时看医生 及时做核酸检查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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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